郭晶晶和霍启刚结婚那是气派十足 婚车劳斯莱斯价值超2000万 车对价值更是超过了一个亿 除此之外还有价值过亿的北京四合院作为聘礼 但是嫁入航门的郭晶晶 为什么还是受到了香港贵妇圈的排斥 最近因为H&M事件 让国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国货的魅力 加上明星们一起带货 更让不少国货的爆货程度 完全不输一些一线大牌 但是郭晶晶可是从早几年前 就开始坚持穿一些物美价廉的国货品牌 作为豪门阔泰 在她的身上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大牌和奢侈品 穿着40块钱的国产鞋走红毯 带着几毛钱的塑料发绳 别家霍太太出门保镖左右簇用 开party把10万块一斤的松露当雪花撒着玩 买杯咖啡都得豪车开到 而郭晶晶每次都是素着一张脸 私下里的她几乎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穿 一点都不在意美观和修饰性 即便是和一些圈内人在一起 郭晶晶也是一身质朴的感觉 穿着简朴 在小街巷里的打折电扫货 这也导致郭晶晶一度被媒体嘲笑态土 而且奚落郭晶晶种种行为粗俗 但是尽管媒体各种花式诋毁 郭晶晶也毫不在意 虽然都说一入航门深四海 但郭晶晶却是个例外 嫁给霍启刚时 他带着四枚奥运金牌和过亿的奖金 除此之外 还有郭晶晶过硬的底气 当初嫁入霍家时 霍振廷曾当众说 感谢郭晶晶下嫁霍家 一句下嫁给了郭晶晶无上的尊贵 而霍启刚与郭晶晶婚后多年 从未有过花边新闻 夫妻两人一直是夫唱夫随 相敬如宾的状态 近日霍启刚 郭晶晶夫妇一同亮相电影 桃宇兄弟手印现场 虽然是公开出席手印礼 两人的服装也是非常朴素 看上去休闲舒适 完全没有豪门派头 最惹人注目的就是 郭晶晶脚下四十多元的小白鞋 这种一度被称为 平民哭女孩的穿搭 在豪门媳妇 郭晶晶的身上闪闪发亮 除此之外 郭晶晶身上很少带首饰 手上却总是带着不到一块钱的发声 郭晶晶夫妻唯一豪的一面 只体现在了孩子的教育身上 霍中西就读于香港幼儿园中的 哈佛宝山幼儿园 一年学费高达十六万港币 除了为孩子选一所好学校之外 他们更注重情力轻微 郭晶晶每日都会订好闹钟 亲自把孩子送到学校 郭晶晶家教很严 哪怕是爷爷或正廷过来看孙子 也让孩子必须完成作业 才能跟爷爷玩 时间规划谁都不能破坏 不得不说郭晶晶彻底推翻了豪门的定义 活成了自己 并且在郭晶晶看来 自己没有嫁入豪门 自己就是豪门 这就难怪郭晶晶敢带着五毛钱的发圈出席活动 也难怪郭晶晶从不张扬自己的豪气 却赢得了整个货家的尊重 然而同为豪门的李湘 却是大不相同 李湘出生于湖南 家庭也是颇有背景 李湘的父亲是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 从大学毕业主持湖南晚间新闻开始 李湘就像打了鸡血 比台里的老人更自信 因为这个精神器 快乐大本营海选才找上了他 快本播出后迅速火爆全国 成为国内综艺节目的龙头老大 李湘也迅速走红 借着成名的好处 他迅速积累资本 出血针 拍电视剧 发单曲 副业一个不辣 主业也如鱼得水 可就当他混得风生水起时 却退出了娱乐圈 转身嫁给了富商李厚林 作为情长有名的花花公子 李厚林凭借钻石王老五的身份 娶李湘仅仅过了一个月零三天 老公财大气粗 也给了李湘离开快本的勇气 可是仅仅一年左右 他和李厚林就被爆出了离婚 原来是李厚林破产了 还欠了很多钱 而离婚后的李湘很快认识了王月伦 跟王月伦结婚后 李湘就开启了炫富之路 节目中他家冰箱被打开的时候 全是山珍海味和补品 李湘平日装扮也都是贵妇风 连去餐厅吃饭 都要搭配配套的用餐服装 可以说李湘富婆这个标签 可是实实在在的 不带一丝水分 一直到近几年 李湘携王月伦频繁现身综艺 在节目中公开炫富 李湘自爆在女儿身上 每个月也要花个十五万 给女儿一年的生活费 也够买一栋别墅了 王世玲的一条围巾上千元 一个包包 一条项链 一件衣服几万元 她甚至还拥有自己的价值500万超跑 被称为中国娱乐圈年纪最小的土豪 而王世玲小小年纪资源也是很好 早在2019年 王世玲就接了阿迪的代言 如今HM新疆棉事件的不断发酵 多少明星已经带头 跟某些外国品牌解约了 而且连普通老百姓都抵制那些品牌 纷纷开始穿国产的品牌 暗示李湘却迟迟没有让王世玲与阿迪解约 难道是蒙混过关 事后接着捞钱吗 这种行为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吐槽 更是网友扒出了前任对李湘的评价 那就是 是个女人都比她强 前段时间 李湘已经因为垃圾门事件被杨梅点名 没想到这还没过多久 李湘再次翻车 对比郭晶晶身为豪门却一如既往支持国产来说 李湘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除此之外 还有同为豪门霍家的霍启山 她曾和国际张有过一段感情 可就当媒体将这段恋情曝光没多久后 俩人居然分手了 有人说是霍家看不上张子怡 作为演员的张子怡也是十分高调 穿着像极了贵妇 带九克拉钻剑亮相嘎那 在参加这个真人秀节目时 第一集张子怡手上的一朵小花 吸引了观众们的全部注意力 看着才发现花是假 马赛克才是真 原来是张子怡戴了一个超大型的戒指 有人说张子怡上综艺节目太吊价了 其实她才不是展省油的灯 变着花样跟袁永怡一起炫富 两位影后真的是同框比验 真的太强劲了 这一切都太赤裸裸 难怪张子怡没有嫁入豪门 相比之下 郭晶晶却显得低调的多 虽然郭晶晶和其他豪门阔泰们 有些格格不入 但她的价值观更值得我们肯定 郭晶晶也因为一直支持咱们的国货品牌 在这次新疆棉事件中 显得格外耀眼 或许像郭晶晶这样的明星 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明星 李湘张子怡这样的 恐怕是很难洗白了 大家看到 市场上